对于一位哥哥的主教练来说,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战术方面的,不仅仅是对于球队的更衣式控制方面的,而是全包卫的,其中还包括了对于球员的改造。 这往往也是最近功力的一个环节,好的主帅,不仅仅能够用好球员,还能够挖掘出球员,一些不为人知的特性出来,比如把一位看似差强人意的球员,放在其他的位置上,可能就让该球员引来新生,甚至是一杯冲前。 下面不妨组个盘点,球员改造谁更强,五,莫里尼奥,那还是莫里尼奥指教皇马时期的事情了,当时的皇马虽然阵容不错,可后防线上却一直缺乏一位丁海神真实的中卫,佩佩虽然不错,可偶尔会上头,给球队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。 在这种情况下,莫里尼奥·德拉莫斯进行了改造,他把原本在右路直上直下,德拉莫斯遇到了中路,成为了皇马真正的后防屏障。 四,瓜迪奥拉,在瓜迪奥拉没有指教巴萨之前,梅西原本是右边风,虽然也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,可那时候很少有球迷会联想到他现如今这幅大杀四方的模样, 而其中的关键变化,正是由于瓜帅的调整所造成的。 他把梅西移到了中路,出现在了影子前锋的位置,既可以不浪费他那精准的顺能能力,又可以让他的组织功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。 三,文革,众所周知,亨利在埃森纳对时,那就是无所不能的国王,可实际上,在没有加盟啊,森纳没有遇到文革之前,亨利在尤文图斯过得很是落魄,那时候的他还是边风。 不过在文革的改造之下,亨利渐渐移动到了中路,这才开始他大杀四方的生涯,可以说,如果没有文革,就没有亨利日后的辉煌,绝对值得大叔特殊的改造。 二,福格森,老爵爷的桃里玛天下,他教过的精英球员无数,而关于位置的改造,老爵爷也玩了不少次,比如阿兰史密斯,被他从前锋调教成了后妖,比如索尔斯克亚被他从前锋改造成了中场。 不过其中最成功的例子,莫过于C罗了,这位书倒是喜欢耍花活的葡萄牙边风,在他的调教下更多的出现在了中路,这才有了日后天下震惊的总裁,福格森对于C罗的改造,不仅仅是位置上的,还有职业球员的新性与习惯上的改造,安切落地,安切落地出现在榜首,相信几乎没有什么争议吧? 说到对于球员的改造,安切落地也算是开创了一个潮流的纵失了,当年的皮尔洛,在国际米兰欲骂不得知,转头到了AC米兰的麾下,而米兰的前腰位置上,同样没有皮尔洛的容身之地,于是,安切落地很是别出仙才,得把皮尔洛改造成了后妖,这才有了那个最经典的中场大师,强船短船皆可的一代大师,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,都是堪称伟大的创举了。